各位姐妹 今天父亲节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时间 让我们可以思想一下 一个做父亲的 其实父亲节比较 不像母亲节这么热闹 因为父亲好像在家里面 看起来好像不是这么重要 其实不是的 父亲家里的灵魂人物 当然是妈妈 可是整个家庭 上帝把这个家交托给谁 交给爸爸 爸爸的责任是最大 所以这个家能不能够幸福 是跟着爸爸的关系 我想我就 就是六年前 我回来台湾以前 我终于有一个机会 跟我一个不太讲话的儿子 我儿子现在已经三十多一点点 他从小就是不太讲话的 后来慢慢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的中文不太好 我的英文又不太好 所以我们的沟通就会有困难 可是他看见爸爸真的要去台湾可能有很长的时间 有一天我就有机会跟他一起坐下来 在麦当劳的那个 我们两个人就坐在外面的院子 我们就坐在那边有很好的分享 我们第一次可以这样父子这么的静 然后很安静的在那边 我就第一件事情 我说爸爸要我去台湾了 可能很长的时间就没有办法再看到你 那我就说 说这个Jeffrey 我心中一直有一个对你一个很大的亏欠 一直在我里面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家庭 许你成长 那我儿子呢 第一次来跟我讲 他说爸爸你不要这样想 他说 他说你 你是一个很好的爸爸 我儿子跟我讲说 你是一个很好的爸爸 他说基本上 爸爸应该做的事情 你都已经做了 所以他说你在我心里面 你是一个很好的爸爸 那第二个 他还跟我讲了一件事情 他说爸爸我要谢谢你 他说我今天能够做这个工作 全然都是因为你帮助我 你让我建立了一个 一个就是你给我让我从小就有一个很好的想象力 那我会说我怎么样给你一个很好的想象力 他说因为你从小就一直跟我讲故事 我就想说我讲什么故事 就是让他能够建立他的想象力 原来他讲的就是说我从小就跟他讲的圣经故事 因为我最懂的就是圣经故事 虽然也许我会讲一些童话故事给他听 但是最主要的故事就是圣经故事 我没有想到我讲这一个圣经故事 我只是想说怎么样让他睡觉以前能够听一听神的话 只是很简单的 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对他的影响这么的大 这么的大 竟然而且影响到他的职业的生涯 他现在在美国一个电脑游戏的公司里面 他原来是做网页的部门 现在他是做动画的设计 那弟兄姐妹我就今天 我昨天晚上我就想起这些往事 我就想到我们做一个父亲人 我们对我们的儿女真的是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们一个不经意的事情都会影响到他们 而且影响到他们的 他们的甚至他们的未来 他们的人生的规划跟人生的 他们的未来的道路 都是在你这个五行当中的一些的影响 那弟兄姐妹 我就想说今天我们有一个机会 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讲到父亲的角色 他不只是影响到一个孩子的一生 也影响到整个家庭 其实也影响到整个国家 整个世代 所以有了这个父亲的职责 真是很特别的 那有了儿女 我们就自然就成为父亲了 但怎样做父亲却从来没有学过 所以好爸爸这么的难找 好爸爸这么不容易有很多的 就是好爸爸很少 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爸爸 你真的是要感谢神 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爸爸 但是请你不要难过 那第一个请你原谅你的爸爸 因为他也没有一个好爸爸 所以他不知道怎么样做好爸爸 那第二件事就是 你要晓得你没有地上没有好爸爸 没有关系 你天上有一个很好的天父 天父可以带领你 你只要有天父 还是可以弥补你内心里面 需要父亲 需要父亲 需要父亲的这个空缺 天父可以来补足你 而且你要起来打破这个历代的 所有的历代累积下来的咒诅 就是世世代代都没有好的父亲 你知道这个世代 就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世代 很多的孩子跑来跑去 不是没有父亲 而是父亲的爱 父亲是缺席的 在他们的成长过程里面 因为父亲的缺席 以至于他的人生就走到一个 你没有办法想象的 那有一个 在美国有一个姐妹 她是专门做监狱的事工的 她说在少年的监狱里面 那些在美国少年监狱 不叫做监狱他们就是一个学校 这个就是品格纠正的一个这样的学校 那她说那边的孩子 百分之九十五 他们都是出生在一个破碎的家体里面 破碎的家里面 那或者是父亲根本长年都不在家的 这样子的家体里面成长 百分之九十五都是这样子的背景 所以父亲的角色是多么的影响一个人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今天我们用一个 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神怎么样对待 对我们这些做父亲的人 那今天很高兴我们做过父亲节 但是其实我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了解 父亲的职者是什么 那请我们来读以父所书六章跟哥罗西书三章 六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 那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他们说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恐怕他们失了自去 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很重要的是 就是叫我们不要有错误的管教 错误的管教会叫他们失了自去 刚才有一个孩子就说 他觉得父亲好像很严厉 后来他又说 这个父亲只不过声音比较大 请弟兄们请你们晓得 我们的声音真的是 不要用不要在外面喊口令的方式 回到家里面去 对你的妻子不要这样讲 有一次这个如铃就很难过 在那边很难过 我说怎样 他说你为什么要骂我 我说我吃了这个雄心豹之胆 我敢骂你 原来你只要声音大一点 他们就觉得就是在骂 就是你在骂 所以孩子更是这样 他们那么幼小 你如果用很大的声音对他讲话 他们就会很害怕 所以弟兄姐妹错误的教导是有问题的 他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要用错误的方法来养育他们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 而不是用你自己的方法 那这个有一些父亲是军人的 就更是这样子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晓得我们做父亲很重要 这边告诉我们说 他说你们做父亲的 很奇怪 为什么不说你们做母亲的呢 那母亲就没有事情吗 是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上帝就把这个家的责任交给谁呢 交给父亲了 你要知道 父亲你就要照着主的方式来 来承担这个家庭的责任 如果家庭出了问题 不是母亲的问题 是谁的问题的 是父亲的问题 是父亲的问题 所以这是圣经说的 这是圣经说的 所以牧师的家如果出了问题 不是师母的问题 是谁的问题 是牧师的错 很多的父亲在家里就不出声音了 不出声音 你知道你不出声音了 就是默许 结果事情发生了 孩子发生了问题呢 结果就来怪妈妈教养 管教的不好 不是的 责任不在妈妈的身上 在谁的身上 在我们做父亲的人的身上 所以弟兄姐妹 没有办法 这是圣经的法则 圣经很少对妈妈 对母亲说母亲要怎样 每一次都是父亲 都是对父亲说 而且每一次对父亲说的话的时候 就是对着全家人说的 他不是对全家人说 而是对父亲说 他对全家人怎么说呢 透过父亲来对全家人说话 所以父亲 谢谢主的恩典 每一个父亲 你都要感谢神 你看今天给你戴上一个冠冕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呢 不是要你管全家 是要你负起责任 你是王 是要负起责任 Amen 感谢主 每一个爸爸 你要清楚 你在上帝的面前是怎样 上帝怎么看你 上帝怎么样看你 所以你知道神把儿女交在我们的手中 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是他的意思 上帝就把这个人的灵魂 交在你的手里 他的一生 他的情感的发展 他的思想的成长 他一生的前途都交在你的手中 没有一个人能够影响另外一个人 向父母影响一个 像冥想儿女 这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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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深刻 所以尼托森弟兄 他说差不多 我父母可以决定你的孩子 将他的未来是上天堂 或者是下地狱 就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我们看见 我们的责任重大 而且我们的影响真是深远 我们的影响深远 我们的每一个举动 每一个的决定 我们每一个的状况 就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是一生 关乎我们儿女的 一生的生死祸乎 生死祸乎 那我今天讲到父亲 也许你现在你是一个单亲 那也许是母代父子 那请你 请你接受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状况 特别的状况 那现在 现在孩子已经没有父亲 父亲不是没有父亲 是父亲不在 那怎么办呢 那你做妈妈的 你要起来承担这个责任 承担这个责任 如果你是单身的 那今天所讲的到 你就是预备你的自己 如果是弟兄 请你预备你自己 将来有一天 你要你进入婚姻的时候 你就要来承担这个家庭 你要带领这个全家 那你要知道 你的每一个决定 就会带来 你的属灵的状况 都会带来这个家庭的 这个兴盛 或者是衰微 所以所有的父亲 你是一个key person 你是在你的家里面 你就是一个key person 你看见上帝怎么样 对挪亚说话 挪亚在那个时代 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那个时代的人是很糟糕 所以洪水就来了 那我们来看七章第一节 我们看耶和华对挪亚说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 因为在这个世代中 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个义人 挪亚的全家 不是挪亚的全家都是义人 上帝说我不知道挪亚的全家是不是义人 关键不在那里 关键在谁的身上 是在挪亚的身上 挪亚如果是一个义人 神就祝福全家 你有没有看见 也许她的 而且我们看见 连她的女 她的媳妇都一起 都属于这个家庭的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挪亚是一个义人 神没有告诉人说 你们一家都是义人 所以你们都可以进到 这个方舟里面 神是对挪亚说 你因为看见你是义人 所以你的全家都一起蒙福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这个做父亲的 其实神看你 你跟你全家是一体的 所以我们这个做父亲的 是多么的重要 我们和神的关系对了 我们做神所喜悦的事情 神就会祝福我们的 我们的妻子 我们的儿女 我们全家都一起 在上帝面前蒙福 反过来说 如果我们不爱神 我们做神不喜悦的事情 你觉得上帝会祝福我们的孩子吗 也许你可以赚很多的钱 但是你还是不能够把真正的幸福 带到你的家庭里面去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伊利米勒 伊利米勒在路德记里面 记载了这个人 他是一个家长 他是一个爸爸 他住在伯利康 伯利康当时发生了 就是这个饥荒 就是这个好像几年没有下雨 结果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这个是神的 神赐给他们的产业 为什么会发生饥荒呢 为什么会欠收呢 只有一个原因 因为他们离开神 那他们只有一个办法 不是跑走 而是要悔改到神的面前 看起来这个人 并不是一个敬拜偶像的人 但是他必须要负起这个责任 他没有起来来寻求神 而他做了一件事情 就把全家人带到哪里去 带到摩雅地区 因为他想在那个地方 有粮食他们就带他去 也是无可厚恶